兑换节系终服制 这个节省节约 自我节制之后啊 人的品德就高了 对外就有诚信了 这也是一个自然而然 于内于外 不管你宣不宣扬自己 也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虚化传给我们的精神 自然会发展的一个规律 那么终服 咱们看 说有了信用 就像什么呢 我祭祀天地 用一个小鱼来祭祀 好像很微薄 但是我尽心尽力了 其实天也不需要你这个 那你有只有这些 尽我所能 才能表现你的诚意 才能做大事 才能利于坚守正道 那么初九 就一开始 我初心 发心是 诚心 一片赤子之心 那当然是好的 但是 我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 那就不对了 那初遥呢 你虽然说 当位 强能无用 但是 还是给你一个警示 那用人来说 以者不用 用者不移 你用了它 你就暂时不要想太多别的 先开始做了 那么九二 明后在阴 这个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说 雷山小过的时候 就这么一个挂形啊 它完全错挂阴阳颠倒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像小鸟形状 那中间 上边跟下边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反过来的 也拿鸟来做比方 这个像吧 一经之像也是一方面的 很重要 那么像画是 这个像护画 有一个雷 雷鸣 所以说鸽鸣 下面又是对 你看来是很高兴的 这个高兴的是谁呢 这个小的鸽 跟它随伤附和 下四眼也能组成护画嘛 这是一个雷泽龟妹 所以呢 在中卫 主要占了一个中卫 不然其他的其实都不好 就说你 宣扬好 就可以了 你自己 虽然都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对别人 这个处心是好的 一代更比一代强了 六三就不然 六三 虽然有一个跟它相应的 但这个相应都是不当位 自我能力又不够 六三多凶的位置 你这 这样 一会儿容易出问题 上面又没有衬多羊 没有抓手 你自我在这 你下边 你下边撑了个羊 那可见都是不好 那你上面缝了个阴 那就好像是 竞争对手 一得一失吧 他这时候他也是 下挂的对挂 这上 最后笑到了 这个结果 反正一洗一杯了 那这个谣最大解释 六四 他说这个月亮 已经到了快满的时候 什么时候满呢 这个阴谣变成阳谣变成前挂就满了 那这个时候 你固然是满了之后 就准备要缺了 但是没关系 这是自然的规律 你提前做准备吧 怎么办呢 这 你是阴阳 你就得顺着它 那么九五 说这个信誉啊 或者这个服务 也有人解释生服务 连带的一系列的 都牵扯出来了 那 我 所以我要信用 我是军位 又相称 所以这个 它是要管大家的 就要出来很多事情 很多人 都没关系 我守的正 得的中 可见是非常好 上九 老师说信用信用 说到了最后 其实有的时候 也要保守经历了 这也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你光是这方面 也是不够的 所以这时候就凶了 无疾必反了 这边 就会有什么事